好,我们继续介绍其他的 地形工具 那首先我们来介绍 Noise 这一个工具 那这个工具是可以很快速的 建立高低起伏的地形 那通常使用的时候,我们会把 笔刷大小设的 大一点 因为它在 一个大的范围里面,可以很快的 产生高低起伏 像这样子 很大范围的就产生了高低起伏 那这一个 Noise Level,数字越小 起伏越剧烈 抱歉 它数字越小 起伏越剧烈 而且速度很快,所以有时候 这个Tools Trends可能要 调的小一点 OK,好,那这个是 Noise工具 好,那再来是 我们先看Smooth这个工具 那Smooth这个工具会使得它所 经过的范围之内 这些 这些节点呢 做一个平滑 那我把 笔刷先设小一点 好,比如说 最从这个地方 好,我们看到这个三间 逐渐的就被我 消下来了 好 好,那如果我把范围设得大一点 我们可以很快速的把 一整个范围 直接磨平掉 好,这个是 Smooth 平滑工具 好,那接下来是 Flatten 平台工具 平台工具它是 以我们现在笔刷 所选定的 中心点的位置为准 好,然后把 周围的 抹平 好,就是 使用平台工具的时候 你所抹过去的地方 最后就会是跟 开始的那个点的高度 是一样的 这个是 平台工具 好 那接下来 Ramp是斜坡工具 斜坡工具 我们是选择一个 开始位置 然后再选择一个 结束的位置 好,那我看现在 这边 这边是 三 顶 这边是 三角 选好这个位置之后 按下 Add Ramp 它就会 产生 一整道斜坡 那这个斜坡的宽度 就是 我们所设的 Ramp Width 斜坡的旁边 会有Fall Off 那这个Fall Off的 范围就是由 由SetFall Off 这个参数来 决定 好 那接下来的 Erosion 跟 Hyper Hydro Erosion 这两个是 侵蚀工具 好,那我先 开一个 新的地形 比较 好解释 好,我选到 Erosion Erosion是 侵蚀的意思 那所以同样的 我先把笔刷范围 调大 好,那 大家可以看到在画面上面 我抹过去的 地方 就 就开始 产生 这个 地表 像是被 侵蚀的 这种感觉 那这个是 侵蚀工具 那 详细的参数 我就不一一解释了 那接下来 这个是 水蚀工具 就是 透过 雨水的方式 侵蚀 那 它跟 侵蚀工具有 类似的效果 但是因为是 大家听过所谓 滴水石穿 所以 它侵蚀的 痕迹 会更明显一点 我们看到 画面上面的凹洞 好像就是 被 水滴侵蚀下去的感觉 那以上这些工具 就是我们比较 常用的 地形雕刻的工具 那剩下的我就 先不解释了 我们整个地形 工具先介绍到这边 可以呢 感谢观看